你好 你好 今天的节日是特别的 小孩子很喜欢 以前叫做三皇内朝 但是几十年前 在义皇 就是清楚一点 能够表达出那天的意思 因为三皇 圣经不要说是三皇 福音说是三种的礼物 三件礼物 不是三个人 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全世界 今天的节日是主显节 就是主表达出 祂是谁 耶稣是谁 如果你留心 圣诞之后 还有两个节日都是主显的祝日 哪两个 一个是主显节 这个今日 另外一个就是 耶稣受洗 在主受洗的节日 因为圣诞是第一个主显 圣验共生圣人 耶稣是圣验 麦沙亚是圣验 今天说 耶稣的福音是属于全人类 不单止犯人 那个普世的福度强清了 第三个就是主受洗 都是显出来 他是谁 福音说耶稣和人家一起受了约翰的势离 然后一离开那些水上来 约翰就说我见到天开 这个第一个主显天会开 就是说天和地主和人都是一生 是因为耶稣来这个世界上天地合日 这三个主日都是讲这个主显 我们今天集中在这个主显节 未开始投入那些四篇读经之前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很普通的经验 一定你都经历过 当你去旅行的时候 或者离开你的地方去外国去旅行 你会发觉到早上那些雀的声音好像不同了 周围有些花都没见过 有些树木陌生 问人家你有什么 要解释才知道 即植物动物都很少是普世姓 哪里都有 或者是麻雀 是这样的 但多数有些花能够生长在一个地方 如果你搬到一个地方 种了它会死的 不行 那个奶度不对 或者天气不对 植物都有这个问题 主显节呢 告诉我 告诉你 这双花 是哪一个角落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种了它 它生长 变成了一棵树 雀祭都可以捉巢 在那棵树上面 从这个角度 现在 普世的角度 看今天的读经 读经日 以撒尔尔才知道第六十章 即是第二个 以撒尔尔 犹太人从巴比伦最痛苦的时候 开始对于外邦人有不同的看法 没有这个巴比伦的经验 做奴大的经验 他们对于外邦人是一样的 看不起 这些人不认识主 这些人不期待默沙 这些人没有天主的启示 即是好像是第二种的人 我们不应该接触那些人 不可以接触 如果你接触外邦人 你要去圣殿做宝塞 奉献制限 才结症可以进入圣殿 即是那个歧视的心很强 你听一下 以撒尔尔第二 如何说外邦人 现在 耶路撒冷上主的荣耀 已经照耀在你的身上 原来 耶路撒冷是一个很普通的城市 因为他接受了上主的光 他能够反映出上主的光 才知道耶路撒冷是什么 如果他们来外邦人 他不是说朝拜耶路撒冷 是朝拜上主 现在开始有点不同 耶路撒冷是一个镜 那个镜 那个镜反映出光 那个光是天主的光 外邦人看到 不是那个镜 看到光 是很大的突破 这个说法 天主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 慢慢要奔赴你的光明 然后呢 耶路撒冷是一个镜头 那些镜头 那些镜头 跟我们天主教的基督徒的传统有关 他说这句话 外邦人制集在你境内 他们从舍巴满载黄金和鱼香以来 宣扬上主的荣耀 哇 只有两个礼物 将来呢 外邦人来的时候呢 会给你两个礼物 黄金和鱼香 黄金代表墨西亚君王 鱼香呢 代表主墨西亚 是主 是天主的主 但是那些礼物呢 只有两个 你猜猜哪个呢 黄金 鱼香 还有什么呢 抹药 这些东西 你说是很细节的东西 不用说 我很想跟你强调一下 这么细节的东西 你看今天的马道福音说 现时一到了耶路撒冷 第一件事找耶路撒冷的克洛特那个君王 问一个很危险的问题 现时对克洛特说这句话 刚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 问克洛特这么危险的人物 刚诞生的君王 因为默沙亚是君王 那颗星代表天主的指导 引导 外邦人 在耶路撒冷运回主的光 然后呢 他们找到 马里亚药室和耶稣的时候 他们是苦福召拜了他 跟着呢 打开自己的宝盒 给他奉献了礼物 即黄金 余向 获抹药 马道福音是新药 这时也是旧药 旧药是接受一个不光辉的君王默沙亚 亦都很接受一个由天主的力量的默沙亚 但是他们觉得新药是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呢 当马道写这本书的时候 那个福音的时候 已经耶稣复活了 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了 然后教会开始工作 他们明白默沙亚不是光辉 默沙亚不是有天主的权威 默沙亚是死在十字架上 这一点是为那些救药的人非常难接受 黄金与香很容易接受 抹药只是新药 基督徒有信仰 是一个被钉十字架上的默沙亚 形式天主子 让爱得世间旅播开 在每刻送上欢乐来 主持我大爱 缓发于无奈 永远的赞美主是爱 如困境 向主送我 如美景 赞美声风落 天主上伴我 为我解障害 路上中救我 乔仗荣的讨文 这个祈祷表达人家的信仰 信道的信仰 上主普世万民都来朝拜你 祈祷肯定了外邦人和他们一起朝拜你 读经义 我觉得读经义才是最清楚 讲今天的主题 主显 主显露 圣布鲁写给阿弗所人 那封信里面 他说 天主为了你们外邦人 叫我一个犹太人 接受圣神的启示 就宣扬一个奥秘 圣布鲁说 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是很新的 什么呢 外邦人藉着福音 在基督耶稣内 与犹太人 接着又很漂亮 是保禄自己作出来的 三个同为 同为 与犹太人 同为圣界人 同为一生 同为因去的分享人 这个很清楚 保禄称为外邦人中途 是吗 因为他特别是向外邦人 宣传福音 主显节 那个中心思想 很清楚 教会是普世 这个字 我们要深入了解多些 普世的意思 就是去全世界 向所有的民族 慢慢宣扬耶稣的福音 教会不是一个大财团 全世界都宣扬一些东西 但是那个总部是控制了全世界的生意 教会不是这样的 教会是一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摘根 然后在那里生出来一个地区的教会 全世界有很多地区的教会 这些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耶稣和他们一起的 全世界 因为耶稣在一起 这些教会和教会之中 成为耶稣的身体 我希望今天很清楚这件事 使得我们很荣耀 主叫我们向万民宣扬福音 就是说每一个民族 我们宣扬福音的时候 是一粒种子 我们不会移植一棵树 已经长大摆在那里 不是说一粒种子 慢慢这个福音的种子 要那个地方慢慢生长 教会呢 我们念信经说 教会是唯一至公 这两个字有少少冲突 唯一怎么能够至公呢 就是至公的意思是Catholic 即是普世 那美国是唯一是不是唯一 怎么会是普世 刚才我说了是普世 因为耶稣是他们香港的教会 耶稣在这里和我们一起 印度的教会 意大利的教会 耶稣在这里 耶稣是我们的共用 所以最重要 地区的教会 是好像一个灯塔 一个灯塔 我们不是宣扬灯塔 要给灯塔的光 给人看 吸引人 不是教会本身 当一个灯塔 是吧 当然要做得 见得人的漂亮少少 稳阵少少 但最重要 灯塔 最初的时候 很早 已经教父 即是很早的全教士 写这件事的时候 即是普世和本地 他这样说 我觉得很漂亮 我觉得 他说 你当耶稣是我们的太阳 你当地区教会 是我们的月亮 月亮本身是黑黑黑的 没有光的 好像石头那样 为什么呢 我们在夜晚看到这个光的月亮呢 因为它呢 反映出太阳的光 那太阳到了月亮呢 月亮反映出这个光 我们就看到这个月亮 这个传统的说法 是很漂亮 很好的 主演节呢 是使得我们欣赏 珍惜我们的地区的教会 要问自己 是不是真的 我们是这个地方的灯塔 人民有问题 人民失了路 一看着那里 一个灯塔 好像一个再大奉钟的船 看到很远的灯塔 他已经有信心 慢慢迈向这个灯塔 主演节是福存者的节日 是传教者的目标 供祝大家有这个主演节的精神 全监上有主的福音盼上 全监上有主的福音盼上 世来埋向主的国道神灵安 天主光泛明灾 都光泛明天主神灵安 心灵安 都光泛明中的灯塔 华为我们的灯塔 他在所谓兰坏 日臭开尽工 防患公路上的灯塔 感谢观看